各位同学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解写运动的应用 这题就蛮简单的 但是它是一个应用题 是实际的例子 它说地震的时候呢 如果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太大呢 物体就会被破坏 那某个建筑物它可以承受的 最大地面的水平加速度是0.32G G是重力加速度 大小是9.8 那假设地震的时候 这个地基的左右移动 就可以视为水平方向的减斜运动 那脚频率是在每秒5.6弧度的时候 脚频率为每秒5.6弧度的地震发生的时候 那这个建筑物可以承受的 最大振幅会是多少 那这个就是单纯 看看同学有没有联想到 只要有联想到 其实就差不多了 它这样左右的震荡 那就如前面的题目 或是更前面的题目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减斜运动的加速度 就是等数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的投影 投影就是乘上cosθ 或乘上sinθ 那它今天要问的是最大 那我们就找这个最大的加速度 那我们知道最大值就是发生在cosθ 是1或是-1的时候 那也就是等于向心加速度的大小 这个减斜运动的最大加速度 这个减斜运动的最大加速度 就等于参考员的向心加速度 大小一样 那 就在等数运动的向心加速度公式 就是 它其实可以写成rω平方 那这边题目就有给ω就是5.6平方 那正伏 正伏就是这个r 它要求的是r 然后它又有写说最大水平加速度是0.32g 就是这一项是0.32g 所以最后我们就整理成 0.32乘上9.8 就会等于r乘上5.6的平方 好 那最后呢就要计算一下 0.32乘以9.8 再去除上5.6乘以5.6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那 稍微运算一下 运算一下就是 这个 5.6跟9.8 都可以用7去 都可以用11.4去除 1.4乘以4是5.6 1.4乘以7就是9.8 然后 这个 5.6跟0.32 可以用0.8去除 0.8乘以7就是5.6 0.8乘上0.4就是0.32 所以最后会变成10 0.4乘以4就是 0.1 就会出现0.1 单位是公尺 题目要的是公分 所以最后答案是10公分 好 这题就是这样算 重点是 要想到 它问的最大加速度 就是用参考员的 向性加速度去算 谢谢 谢谢 是